短短几年内,来自秘鲁的印加果 已经在全台创造出将近1000公顷的种植潮 70岁的退休工程师李盛堂 工作了大半辈子 不把退休金留着油山玩水 反倒拿出500万元回到故乡美农 当起印加果农 从采收到榨油全都一手包办 他说坚持的这条路上是孤独的 家人不谅解,强烈反对 说他讲不听 为什么这位老顽童会如此的意义孤行 其实起因于他患有势致重的母亲 带你来听他的故事 这个果夹从开花结果成形 受粉成功到果干 这个叫成熟 夏天要三个半月 冬天要四个半月 所以夏天的时候产量是比较大的 赶在雨季来临前 两个迈住古稀之年的老人家 带着农民忙着采收 这一块比较这样 吃面串 腾架上结石累累万绿丛中 尝着一颗颗宛如晒干的小羊桃 长相不但像猩猩 还有点神似重要的八角 其实它们全是产自于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果 印加果它是全年都在开花结果 它比较适合阳光充足 然后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二 四 六 七 这个七半的你看 仿佛找到幸运之心 大伙儿则则称奇 原来七角形的印加果 在农场极为少见 四半五半才是大宗 剪这个枯丝呢 就是让这个更通风 然后剪掉 剪掉以后呢 它会冒出新芽 然后它就开始开花结果 印加果属于多年生的藤本植物 从一小串花授粉成功后 大约十五天就能结成绿色的小果 等它转闻咖啡色就能采摘 更特别的是 李慎堂说 园子里有很多好朋友 总喜欢在他忙碌时过来凑热闹 但这时我们早已吓得精神尖叫 嗨 你看 后面有一次一样的 等一下 后面有一次 坐下来 坐下来 老板完全不怕 太高很快 我的好朋友 所以要搬那种虫很多吗 很多 蚂蚁啊 蜘蛛啊 这一亩田三分地 看似惬意的退休生活 其实是李慎堂这辈子 从没想过的 正因为李慎堂坚持 不撒农药不用除草剂 完全采用无毒友善栽种 园区里不但生态丰富 就连小鸟都来竹肠 当初会接触印加果 全是因为她的母亲 我妈妈从70岁开始 就迷患了失智症 然后活到95岁过世 我深深感受失智症造成的社会成本 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对家庭的和睦 真的 一个人得病全家都变天了 长达25年的切身之痛 让她更加害怕 会不会自己有一天也难以信免 我妈妈的兄弟姐妹 四个人全部都是失智 所以我很担心我妈妈的DNA的 失智的DNA这么的强 我被遗传的机率是蛮高的 所以我就特别对我的健康 特别地关注 为了健康 李生堂首先关注吃进嘴里的油品 什么油品他都愿意尝试 一个因缘忌讳下 发现进口的印加果 含有丰富的Omega 3 还为此做了个小小的测试 我买进口的印加果的果仁 回来榨的油 它的酸价是2.95 你知道我自己种的印加果油 酸价只有0.2到0.3 酸价就是油品新鲜度的指标 越低越新鲜 要想吃到最新鲜的印加果油 李生堂决定必须在台湾亲自栽种 5年前毅然之然拿出500万退休金 回到故乡美农当老农 完全不顾妻儿们的反对 退休了还不好 要很自在过退休生活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忙这些东西 把自己搞得那么累 雷火都拖下水 你这也讲我话吗 哪有啦 你进来了 他当初没有一直劝退他吗 有 一直牵退他 结果到最后没笑啊 讲不听啊 孙子也都说这个讲不听的爷爷啊 所以我跟我老婆这样 跟我侄女这样 老爸不会拖累你们 我自有盘算 所以请你们放心 仿佛解开麻花卷斑 被根腐病入侵的印加果树 从根部开始全都干枯 李生堂说 这是他身体力行后 遇到最难对付的大魔王 那一片你看 酷色很多 比较低的地方就是 比较容易积水 至今他仍旧束手无策 只能一一砍掉重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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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树苗快快早饭 从育苗到最后的收成 点耗时八个月 每个月果家的产能 多达九百公斤 我搬到仓库里 哦 收获不少 没收啊 李生堂也把退休的妹夫 找来从事农活 仓库里满满都是 采摘回来的印加果 拖壳前就要散 要够干它才拖得开来 因为它果夹很硬 很硬很坚硬 难不成这些数以万计的 印加果夹 都得一颗颗人工去壳 李生堂说 为了把产能发挥到极致 他索性买了一台脱壳机 脱壳后 不计其数的果实 仿佛在长长的伸展台上 全身舞动 不到一会儿 这些去除黑色肿皮的白子 就是榨油的原料 这个机器效率大概是人工的五六倍 尽管机器一天的产能 可以把一百公斤的果夹 脱壳成三十公斤的白色果实 但光是要把里头的瑕疵洞 移移去除 可就让两位七巡老爷爷 伤神又费心 挑豆也是很费时间 很费功夫 也很费眼力对不对 没错 对老人家来讲 炸油前不但得把印加果豆 用过滤水全都洗净 接着再用脱水机 把豆子水分完全瀝干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低温烘焙 太高温我们会造成 我们的Omega 3 还有维生素E会破坏 在低温我们不高于一百度以上 那为什么要有温度呢 因为印加果的本身 就是含有生物碱 生物碱是人体吃下去 是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白色的印加果豆 透过机器会先变成 浑浊的黄色出油 等到过滤后进行冷压出炸 才会滴出晶莹剔透 带有金黄色泽的印加果油 我是工程师底的 我可以做到八百瓶一千瓶 但是我们目前 我们销售量只有达到 两百多出头 李盛唐说 印加果油之所以滴滴珍贵 全是因为出油率只有33% 但最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从采收到榨油 一条龙的生产 他不但亲自把关 还得到国内外三项奖章和认证 但始终罚人问津 观念俱灰下 他只好拉下老脸 带着自家产品四处奔走 北中南跑去展场 去石兵展 大型的小型的中型的 甚至美农 美农湖的摊商摆地摊 我们也去了 带着老婆 所以我就感到很愧疚 退休 两个退休的老人 还去摆地摊 所以这个是有点心酸 新鲜的印加果油 不但色泽透亮 没有油耗味 它也跟橄榄油一样 不适合高温油炸 只要简单烫个青菜 护面线再淋上一点印加果油 吃起来口感温润 又带点清香甘甜 若是把美农在地产的米法棍 沾点印加果油 让上头的孔洞吸饱油 面包依旧绵密松软 爽口不油腻 讲不听你的晚餐来了 哇 这个红色的晚餐哦 这是面线吗 是啊 你们加我的油醋 印加果油的油醋酱啊 这是讲不听自己研发的哦 所以你要多吃哦 祝你母亲妈来讲不听哦 哦 哦 对啊 还会会讲得听啊 哦 哦 好 即使被太太冠上讲不听的封号 不服输的李盛堂 继续朝着目标向前迈进 这样有40 40 仿佛实验般 不断调配修正配方 李盛堂说 他们最新研发的印加果油醋酱 灵感其实是来自于 他对超商的生菜沙拉 情有独钟 信心地去看 他的营养成分 他的油醋酱既然有十几二十种 添加物 不是说不健康啊 最起码他的添加物 是对身体是某种负担 凭着一己之力 两个退休的老顽童 用心推广在台湾落地生根的印加果 人生下半场的游戏人生 继续上演着精彩戏吗 都看到这里了 小碧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